祝 求主生命來光照提醒 引導我們 迴轉 走向真路 主啊 這首詩歌 希望成為我們的禱告 求主來垂聽 我們感謝祢 哈利多亞 祝 祢是我最自信的朋友 祝 祢是我最親愛的方語 我靈心在天天追向著祢 渴望見到祢地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間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祢的手總是在纏大著我 把我帶在祢身邊 告訴我當中的路 沒有話消失的話線 你愛喝的地藏過神道 我心裡發出驚訝 有了豬還有什麼 我心裡祝 心裡強烈 我心裡祝 能感激 我心裡祝 要感激 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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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们的唯一 祢也是我们的全部 有了祢我们还求神 我们祈祀要更任意到永远 永不改变 我们也要是个祝 我们可以永不改变 一世一世的歌曲 一世一世的来爱你 一世一世的来记得爱你 谢谢祝 谢谢祢 用祢的爱来吸引我们 我们感谢祢 亲爱 宝贵耶稣 以爱和他 的感情 我与世一世一世 被你吸引 爱你 是我与世一世的 一生爱你 一世一世清白明明 一世爱你 一世荣耀和你 一世风险 一世不回忆痛 一世一世气 一世一世Am 把你的友谊带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的爱和爱的感点 我的心 深深被你吸引 愛滴滴 是我的喜和 一聲愛滴滴 一聲敬拜滴 一聲愛你 一聲榮耀你 一聲奉獻 一聲不回頭 一聲愛你 跟隨你 一聲愛你 一聲敬拜滴 一聲愛你 一聲榮耀你 一聲奉獻 一聲不回頭 一聲愛你 跟隨你 一聲愛你 一聲敬拜滴 一聲愛你 一聲榮耀你 一聲奉獻 一聲不回頭 一聲愛你 跟隨你 一聲奉獻 一聲不回頭 一聲奉獻 一聲不回頭 一聲喉獻 一聲不回頭 一聲聲不回頭 一聲音那個 還是一聲不吭 一聲音那個 何聲不回頭 一聲音 CHEERING 我们爱祢 更爱祢 荣耀祢 信念祢 阿弥陀佛 谢谢祢 我们时刻都能敬爱祢 哈利路亚 赞美祢 谢谢祢 保主阿弥陀佛 我们的心 我们的全心全能 都归于祢 阿弥陀佛 一生都来服侍祢 一生都来荣耀祢 哈利路亚 主要祢 祢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金钱的心 敬畏的心 顺服的心 受教的心 主要祢来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给我们的生命 就不再一样 能够更多更多 来活出祢的样式来 谢谢祢 哈利路亚 赞美祢 祢 谢谢祢的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弥陀佛 哈利路亚 祢 祢祢 祢 祢祢 祢一生爱祢 一生服侍祢 主要一生奉献给祢 主要一生持守在祢真理的道上 主要我们感谢祢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知道祢是 我们唯一的 唯一的追求 唯一的答案 唯一的依靠 我们的生命中 唯一的方向 主要我们谢谢祢 有了耶稣 以帮我们众人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有了基督 祢赐给我们救世的权柄 高谋我们 让我们也得着 先知祭祀君王的权柄 谢谢主耶稣 祢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享受 我们聚在一起 神与我们同在的甘甜 主啊我们感谢祢 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有这样的信心 直到我们已经站在神的这一边 撒旦仇敌不敢跨越一步 因为有神的保守 有天使的营绕 主啊由我们自己立定心智 我们谨行祷告 不容许任何黑暗仇敌全世 再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任何的地步 我们不给撒旦魔鬼 有任何的座位 主啊是的就谢说 我们不小心 给了撒旦魔鬼一些座位 就容许他坐在我们的生活里 坐在我们的生命里 主啊那是我们的愚昧 那是我们过去的小幸 但是新的年度开始 你让我们每一个清晨早起 主啊那极早醒起 就是要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主啊谢谢你 撒旦魔鬼一定退去 我们一定更加丰满地享受 以我们同在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主耶稣我们都得救了 谢谢你救我们 谢谢你救我们 救到底 也让我们这颗心 持手努力 还要再加上去的 还要再加上去的 到永远远远远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啊 神实在是爱我们 疼爱我们 不但是爱我们 还是疼爱我们 联系我们 知道我们的本体 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 知道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 知道我们会有糊涂的时候 虽然神的话一直告诉我们 不要做糊涂人 要想着主的旨意如何 但是神实在知道 我们会有糊涂的时候 会有紧张的时刻 会有软弱的时刻 小幸的时刻 不过呢 清晨的日光照亮 一照我们的时候呢 马上就苏醒 所以我们要苏醒 也很容易 撒旦仇基 昨天我讲了 他要偷窃你 偷窃什么 只能偷窃你表面的东西 你深层的金矿 他偷不走的 你这个房屋 他也偷不走的 所以他只能偷走表面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 糊涂一下 和小幸一下 失去信息一下 那也是表面的 一下子上你的风一吹 马上就吹走了 所以灵魂苏醒 容易不容易啊 很容易啊 就怕你已经糊涂了 已经软弱了 已经小幸了 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你还不来求神 那就叫做日积月累了 日积月累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昨天晚上给一个姐妹通电话通了很长的时间 那我就问他 你得救了没有 你得救了没有 你得救法路的人说大什么点 你得救了没有 我们不错啊 台下的声音很大 得救了 你要问我 我也说 得救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嘛 你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你心里相信了吗 相信什么 耶稣就是基督 我是神的儿女 我站在神这边 我有了耶稣基督 撒旦魔鬼不敢碰我 所以一切问题结束了 只要没有撒旦魔鬼搅拖 那事情就好解决 我好好做事没问题 可是撒旦魔鬼一搅拖的时候呢 我就有问题 所以问题 是从罪来 罪又怎么来 是 我们都是怪撒旦 就怪撒旦吧 撒旦魔鬼搅拖你 把你搞得糊里糊涂的 把你搞得对神 魔果糊糊的 所以就犯罪了 但是 求主怜悯 我们这些人呢 还是有神的 还是有基督的 所以呢 随时随刻 天天 如果我们没有成岛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家里面 灵修生活习惯是什么 你跟神的祷告 有多深多浅 我不知道 你要问我的话 那么 可能 我的工作 就是我就 完成一切的工作 大过 我对神的亲近 这是实话 对不对 可是因着有成岛 虽然 我在这里 也是一种工作 一种侍奉 因为我是传道人 所以我要把道 传好 讲好 那我就要把这个 工作做好 但是呢 这份工作 跟平常的工作 真不一样 跟其他时间 来分享信息 还真不一样 这清晨的日光 虽然现在外面 也看不到 但是 我们知道 主已经在我们心灵里 而且那个灵魂 苏醒的感受 听众姐妹 我们在圣经当中 都讲 你要聆听圣灵 微小的声音 圣灵什么叫 微小的声音 难道他要跟你说 国语 讲悄悄话 讲英文 讲悄悄话 什么叫圣灵 微小的声音 如果你要让我来解释的话 就像我 一路开车来 我有的时候 回去听圣经播放器 听诗歌 有的时候 我完全不能听 因为我发现 有一个意念跑出来 有个话语跑出来 我只要稍微 一闪神 就不见了 我只要稍微 再开收音机 或者开声音话器 我刚才也就没有了 那我刚才 哎呀好宝贵 可是抓不住了 就抓不住了 所以我就说 我要这个时候 虽然路上很多红绿灯 我要专心开车 可是我的灵里面的意念 要非常的细微 体贴圣灵 我要去抓住那个catch 可是 如果人一在我身边 一讲话 大概就没有了 我就相信 这个叫做青春的马 那我自己 为什么过去 很喜欢夜晚工作呢 因为白天 像我昨天回家 已经不早了 那因为我要整理 教母同工会的记录 所以我刚刚才打开电脑 从电话来 我看要不要接 要不要讲话 因为我觉得太难得了 跟一个姐妹 在教会这么久了 都没有交通 所以我觉得太难得了 所以一讲话 时间就过了 等到我再来整理 教母同工会的记录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 感觉困了 可是我昨天还是做完了 这些都是题外话 我现在要讲的是 你得救了没有 你们都回答我 得救了 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 耶稣就是基督 我站在神这一边 一些问题结束了 撒克摩给推出都知道了 也知道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在任何一个时刻分秒 特别是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是得救的 你不得救 你不会坐在这里 你不会还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肯任何一个分秒 不管你现在的状态 生命中激了多少灰尘 你肯来到神面前 就有救 就这么简单 有的人是深层的垃圾 需要主 来帮助我们 有些人是表面的灰尘 只要圣灵的风一吹 他就吹跑了 他又重新恢复苏醒 所以我们都得救了 我们都得救了 只是得救能不能真的到有一天 进得了天堂 这怎么回事啊 你不得救了吗 当然可以进天堂啊 这也是神觉院争议的问题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还是不行了 中途生命册上涂抹了你的名字 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一个问题 因为姐妹呢 为好几个佛教徒也好 外邦人也好 不信主的人也好 他们的困难问题 她说感谢主 神使用我 神使用我为他们祷告 发现每一次为不同人祷告 最后呢 都照着我所为他们祷告的方向内容 最后神成就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佛教徒还是佛教徒 外邦人还是外邦人 那我就要问了 我说感谢主 神使用了你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 可是我现在要问 我现在问你 你得救了没有 他没有把握 那我说问那五个人得救了没有 我的答案是 没有得救 那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被鬼附的 耶稣 门徒赶鬼赶不出去 因为好像能力不够 那耶稣亲自出马 为这个人赶鬼 一声令下鬼跑出去了 如果当下 鬼跑出去了 这个人 马上扶在地上 耶稣啊 你是神 主啊 你是神 如果他是这个态度 或是这个的 那就叫做得着了 得救了 他的鬼的确赶出去了 他抖抖他的身体 好高兴哦 我现在恢复了 你看 我变美丽了 我变健康了 我可以唱歌了 我可以讲话了 他看到自己的美好 周遭人也看到他的美好 可是他看到耶稣没有 转头就回家了 然后没过多久呢 七个更恶的鬼 跑到他的里面 他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大门 有 鬼有没有出去 有 他当下有没有 好像很荣美的见证 有 因为大家都看见了 鬼出去了 这个人从奇奇怪怪 变成了正正常常 荣耀神吗 有 现在我要问 七个更恶的鬼 跑进去 圣经上没有记载 门不门 继续 为他赶鬼 把七个更恶的鬼 赶出去 完了之后 来教导他 你要敬拜 独一的真神 圣经上没有记这两段 可是我看到这两段 在我内心深处看到了 所以我要问 这曾经被耶稣 赶出这个鬼的这个人 在他刚刚被赶完 刚刚在众人面前说 众人哈利路亚 他好像没有哈利路亚 他在看自己健康了 摸摸自己都好了 他们父母很高兴抱着他了 可是他有没有看见耶稣 他有没有去想是谁做的 他有没有归荣耀 还有人家会说 有人知道耶稣是谁 就会归荣耀给神 他自己有没有 那当下到底他得救了没有 我算他当下得救了 可是后来 这个更恶的鬼进去之后 门徒没有再为他赶鬼 耶稣也没有再经过他身边 也没有人教导他 你要回头来敬畏神 那请问 这个曾经被耶稣 鬼赶出去的这个人 得救了没有 我想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答案都是没有 那我们放眼 看我们身边周遭的人 你是不是也曾经 为一个亲人祷告过 生病的时候 一祷告他就不痛了 一祷告他就不哭了 一祷告他就好了 然后呢 他很高兴地就起来吃喝 很高兴地就去工作 那你看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当他们碰到 婚姻的瓶颈 身份的瓶颈 还有很多疑难杂症的时候 和师母多年在法拉圣 外邦人有人说 和师母是专门解决疑难杂症的 我说哦 我有这么厉害吗 我不是医生啊 疑难杂症就表示病嘛 我说我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的确我有一个靠山 主耶稣基督是 永远完全解决疑难杂症 问题是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医院再大 诊所再多 再免费给你 他这个人不去就医 他会得痊愈吗 不会嘛 所以不管 医院再美丽 然后福利再好 你不去就医 他不会的嘛 所以 教堂建筑 或教会再兴旺 这些人就是不来 他不会得救的嘛 很简单 所以 我们回想一下 在你人生岁月当中 你曾经为多少人祷告过 我恭喜你 你所做的主纪念 你不会白做的 所有 你为人医病 赶鬼 你教导人 读神的话 你做榜样 告诉他说 要紧紧跟随耶稣 所有 你为主 从心里做 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也不要在你做的时候去想 嘿 这个人 我为他祷告 万一他身份过关了 他还会爱你吗 万一他病得痊愈了 他会来敬畏主吗 我想 我们服侍的人 不要想这么多 为什么 学耶稣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耶稣 看见这许多人 耶稣有一个榜样 给我们看 就怜悯他们 大家说怜悯他们 所以耶稣要我们 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就是怜悯 就是怜悯 至于夏文 你为他祷告之后 他好了 他里面的淫乱鬼出去了 他贪心鬼出去了 自私鬼出去了 小性鬼出去了 如果他能够 以干净的心灵 但是我们为他祷告的人 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你要为他守望 因为他不懂得守望 你要告诉他 当你看到他 没有敬畏神的时候 没有回转来感谢神的时候 就像耶稣 也亲自医好了 十个长大麻风的 十个哟 很多哦 但是耶稣却发了一句感叹 连耶稣都发这个感叹 只有一个 回来耶稣面前 转头向的耶稣 耶稣 我感谢你 你真的太奇妙了 你医治了我 你拯救我 我信靠你 将来如果还有别人 有类似的问题 我一定带到耶稣的面前 来求耶稣 来仰望耶稣 来经历你的医治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坐到了神的心坎上了 可是耶稣 放眼看一下 耶稣说 那九个在哪里呢 九个在哪里呢 曾几何时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有许多人 来在神的国里 作息 没错 这十个长大麻风的 都是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来的 那么来了就一定可以 完全得救吗 我告诉你们 当他们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都在这里作息的 那个十个表里 得救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之后 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现在如果 拿一个礼物 我交在你的手上 现在 我是送给你 而且很珍贵 很好的 很美的 反正你一定会喜欢的 好了 给了你 你现在得到了没有 那如果拿在你手上 你去用 或是你去吃 吃就找个原料 你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而且它可以 就像五饼二一样 吃不尽用不节的 那 你如果是美丽的 那也让你一直 心里 开心的 总而言之 它一直 是属于你的 可是 曾几何时 你刚开始觉得 很珍贵 过没多久呢 因为忙别的事 就放到一边去了 再没多久 就接了一些灰尘 再没多久 家里来了小偷 那发现这个东西 还是值钱之物 结果呢 给偷走了 所以当下 大家开心的时候 得救了没有 得救了 可是到最后呢 你要去见主面的时候 主说 你的得救在哪里 得救这个礼物在哪里 没了 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了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偷走的 你都不在意 因为它似乎是 对你现实生活可有可无 可是对于永生 那就不是可有可无了 是你进天堂 必要的印记 你得救了没有 如果我们今天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在这个地方 一同作息的时候 我们都珍贵 以神所给我们的得救 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怎么得救的 就是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这么困难吗 太简单了 以前宣告 耶稣是基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问题结束了 撒得猫被退去 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得救了 弟兄姐妹 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宣告 你会不会忘记你的礼物啊 你会不会忘记 你得救的礼物啊 不会忘记的 如果你没有宣告 你一忙起来就忘记了 一忘记 哪一天被偷走 你都不知道 然后到了天堂门口 上次谢医师问了 如果你到了天堂门口 你有没有把握 你可以进去 有人会说 我受洗了 有人会说 我曾经参加过 好多场测会 有人会说 我曾经奉献啊 可是在天堂门口的天使问 我们宝得就当作一个礼物来讲 你的礼物在哪里 没了 找不到了 我口袋找不到了 你能进去吗 本来 当谢医师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回家想了好几天 我说 一个人能够飞到上面去 已经到达天堂门口了 按照上帝的怜悯慈爱 应该 应该 问都不要问了 或问也没关系 你有没有把握都没有关系 就进去了 我的思想是这样 那如果 根本飞都飞不上去的 那就 掉下去了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在天堂门口了 是已经自动进地狱了 那我今天讲的呢 就当作你 上帝还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让你还可以走到天堂门口去 尝一下哀哭切齿的滋味 在天堂门口哀哭切齿 再掉下来 从那么高 再掉到这么低 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还是 我们如果得救了 没有持守 那等于没有得救 那你说 那我们现在不要花这个时间咯 不 花这个时间是持守的功夫 圣经上说 你们要做成那得救的功夫 大家说 做成那得救的功夫 其实得救好简单啊 口里承认 耶稣是基督 我是神的儿女 心里相信 耶稣是基督 我是神的儿女 就得救了 耶稣保险撤开我 就得救了 得救简单不简单 白白得来 不用付什么太了不起的代价 可是圣经上又说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 哇 这不是有冲突吗 这么简单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可以得救 为什么又要说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 那为什么 像我们这个礼拜 要准备背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那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可以把经文打出来 凡有的 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那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好 弟兄姐妹们 凡有的是吗 好 我们就拿得救来说 我得救了没有 有 我得救了 那 你要每一天主说 主啊 你加帝给我得救的信心 加帝给我得救的力量 请问得救之后会不会有力量 有 你失去了这个就没有力量了 你失去了得救的确实把握 就没有力量了 就没有神同在了 就没有基督的权柄了 我昨天讲到有两个权柄 大吉诺贵的权柄 赶退撒旦的权柄 还有呢 就是我们神儿女得产业的权柄 不论是现在简单的喜乐平安 还有上帝给你隐藏的珍宝 像一座金山一样的 那都是权柄 可是如果你失去了得救 那么就什么权柄都没有 你以为挂着一笔基督徒的名字 你还能做什么 还在嘴巴上 不过能够为别人祷告 已经是一件好事了 我们大家把神的话语来讲一下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那我们这个乐都是用 主爱我必爱到底 把它唱出来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这个经文要常常放在你的心板上 我是属于那个 主不断加给我的 还是属于那个 我原来有的一点点喜乐 一点点的平安 那主为什么要把你夺过去 其实应该不是主夺过去 我看是撒旦先把你偷走了 主连夺都不用夺了 如果我们不敬畏 撒旦偷走我们的平安 喜乐 敬畏的心 信心的时候 那上帝已经不高兴了 已经不喜悦了 那个时候上帝想要收回 已经不怎么需要 收回不收回了 因为你都没有了 你都已经落到了撒旦 你所有的喜乐 平安 智慧 属神的美好 都落到撒旦的手上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愚昧呢 所以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有的什么 得救的信心 对吗 然后得救之后会产生喜乐 得救之后的力量 会产生平安 会产生属天的智慧 会产生属天的盼望 你要不要天天喜乐 要不要天天盼望 要不要天天有智慧 属天的不是地上的 要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 你会听到很多人说 你不管了解他主日 或者是周间 或是晴岛 最常听到的一个回答就是 我没有时间啊 对不对 你如果一直宣告 你没有时间 就是没有时间了 主就把你的时间夺过来了 主在还没有夺过来之前 撒旦魔鬼已经偷窃去了 让你浪费很多时间 然后主要夺过来呢 还剩下了一点点 主就把他夺过来了 你就不要活了 地上没戏唱了 请问天上有没有戏唱 没了 因为你没有得救 你根本就进不了天国 你虽然曾几何时说 生命策上有你的名字 受洗了 可是根据前前后后 我们的思量 真的 风筝断线啊 真的 无法交战啊 所以弟兄姐妹 主人说的话 主人就是我们的天国 大君王 你在地上都有主人 你要因为你要上班 你要养家活口 你要经营你的责任生活 你一定有地上的主人 可是至高权柄最大的主人 你真正要工作的对象 是天地之主 他的权力大过一切 所以下次说 不要说我没有时间 要说感谢主给我24小时 感谢主拆遣天使24小时 来思维安盈 搭救我 要说搭救 就表示我们会遇见一些的危难 很自然的 你有信心就能胜过 没有信心就掉到坑里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一直有了得救 是一个初步开端 然后你一直持守 在圣经当中 讲到耶稣医治 那个瘫痪的 就问说 叫你的罪得赦 和拿你的路子回家 这两件事情 哪一个容易呢 哪一个容易 谁能赦罪 只有耶稣基督能赦罪 所以谁也做不到 可是拿你的路子回家 如果这个医生 地上医生 医术高明一点 推拿按摩好一点 针灸好一点 也许他就可以站起来了 所以论容易的程度 地上医生通通能做的 那耶稣也能做 可是叫你的罪赦了 地上医生是一个都做不到的 所以非求耶稣不可 那既然耶稣 这个赦罪能做 那一个地上医生 能做到的 他也能做 那我们就不用 费两个手续了 除非是你的保险有 或是说 你也想去调理一下身体 可是我们基本上 求耶稣 你已经可以得到 灵魂体的健康了 好 那么我们看 如果地上医生 给你搞不再健康 这个叫医人的病 可是叫你的罪赦了 这个叫医人的命 地上医生 只能医你的病 不能医你的命 可是耶稣呢 得救是医你的什么 医你的命 来讲 得救是医我的命 让我的命能活啊 让我的命能够永生 让我的命不要沉沦 让我的命能够苏醒 灵魂苏醒 所以得救 就是医你的命 所以我们尽管 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讲 哎呀 上帝今年 让我 我一祷告 就给我很好的工作 一祷告 我的儿女就给我考一百分 一就有名校 哎呀 一祷告 或是我又一年祷告 就有好的效果发生 都会的 耶稣一祷告 鬼就出去 也有了 这些事情 都是过客 可是 为什么 耶稣明明知道 那九个长大麻松的 不回来 耶稣一定知道 他预知里面会知道 不回来 感谢他 他还要做这个动作呢 还要医治他 还把他医好 耶稣明明在 根据 耶稣的属性 必知 他一定知道 十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会回来 可是 耶稣 却真的 做了十个人 那 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 像我们 去为人家祷告 还不知道 这个人 会不会好 还好了 这会不会回头 回头 我们都还不知道 可是耶稣 是完全知道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 耶稣 还给他们 机会啊 不断地给他们机会 还怜悯他们啊 宽容他们啊 还给他们大桥梁啊 但是 人 蒙昧无知 明顽不灵 这是常态 为什么是常态呢 因为 这世界 浮在 那恶者的手下 好 今天呢 我们要看的 严禁示意 也是跟今天 也稍微有关系 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在 路加福音十六章 一到十三节 主题是 当为永恒而努力 我们大家可以 一同开商来攻读 耶稣又对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 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见 你这是怎么样呢 把你所尽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 出地呢 无力 口犯呢 怕羞 我知道怎样行 好像主 好像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楼油 每楼约五十斤 管家说 拿你的账 快坐下 写五十 又向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 但 卖子 管家说 拿你的账 写八十 主人就夸奖 这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 就比光明之子 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亲妹的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好 十三节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十六章十三节 就是最后一节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大家一起共读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主题是当为永恒而努力 刚才我们讲了你得救了没有 然后又告诉你如果把得救很清楚的 因为得救听起来有点飘渺 就是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比较具体的假设 得救是你一个礼物 其实得救就是一个礼物 白白的 耶稣的救是白白的 那你要怎么持守 怎么从这个礼物发出无限的能量 无限的智慧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切都是从得救开始的 那么得救怎么样会让你失去这个得救啊 这个地方告诉你为永恒而努力 所以得救要持守到多久啊 得救这个礼物要持守到多久 持守到永恒啊 持守到永恒 不单是你的灵魂得救 身体也要得救 现在我们在日光之下 灵魂体 吃午苦茶凉水都会生病的 因为大环境中有细菌 那么人春夏秋冬这样的循环 还有呢人间的年岁有一定的寿数 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 虽然像我现在头发还没白 可是我迟早会白头发的 我现在牙齿只掉了几颗 迟早要掉光的啊 我灵苏醒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跟主不要若即若离 一直都是保持亲密无间 就像一个轮胎不要扎一个孔一样的 不要扎一根针 这样泡泄气漏气 或是破个大洞整个扁掉 坏掉不要啊 所以灵的得救 那得救怎么样会被撒旦魔鬼偷窃去呢 那就是我们魂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最安全的让你的得救 不会随便给撒旦魔鬼偷去 也不会随便忘记放在哪里哦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 罗马书十二章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 因为当你把你的身体放在祭坛上 放在侍奉的档位上 每一天都要思考 来如何的向主人交账 那身体在一个范围 就是在一个祭坛 在神国的范围 就是作息 你作息只是吃吃喝喝就走了 对不对 可是侍奉就等于是 主人在这里 我天天像上班一样的 我要来到主人面前 这个叫侍奉 你们有世上的侍奉 可是神家里的侍奉 还有你在家庭中处处 都心里为主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你虽然在店里面 在家里 你还是侍奉 这个叫做侍奉 把自己放在祭坛上 那身体在祭坛上 因为我们人活着 是身体灵魂结合 在这里来运作的 来运行的 不会把身体灵魂分开来 所以你身体在哪里 你的心思就跟着 你在那个环境中跑 对吗 所以魂的得救 因为你在祭坛上 你就要想神的事 你就要去面对 祭坛的主 就是天地之主 你就要面对耶稣基督 所以你的心思意念 因为那个范围 是耶稣做王掌权 撒旦魔鬼 不太敢 也敢 但是不太敢 在那个环境底下 来偷窃 来攻击你 那如果你出了大门 你的生活工作不是祭坛 可以做祭坛 可是你不是祭坛 你的家庭应该要尊主为大 可是你不是祭坛 你在教会的确是祭坛 就是神国的范围 那撒旦魔鬼不能攻击你的魂 可是当你出了大门呢 太容易了 因为你身体不在祭坛上 你的心思意念自然就会跑掉 一跑掉就有破口漏洞 所以撒旦魔鬼最容易 让人魂不得救 而最后明明是一个基督徒 却老是落在罪恶过犯当中 或失败里面 就是魂受攻击 灵没那么容易 因为你不会不承认基督的 可是魂是最容易被撒旦魔鬼攻击的 那体呢 因为魂被攻击了 体也很容易被攻击 一根利剑射过来 你就这里痛那里痛 就马上感冒了 感冒续静一来人就感冒了 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那灵的得救 现在问你们得救没有 都得救了 魂的得救 我问在座的 此时此刻你得救没有 得救了对吗 此时此刻真的 大家都这么清醒 今早起来什么都不做 就来亲近神 此刻 我刚刚已经先头问你们了 当那个祷告一发生的时候 那个人鬼感觉去 那个时候算他得救了 因为耶稣在他面前 只是他没有那么感恩 而你又这么敬拜神 感谢神 你当然得救 你现在的魂当然得救 那你出了大门之后 你得救 魂得救这个礼物还在你手上吗 一下子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一下子就丢掉了 还捡得回来吗 还找得回来吗 希望你还很快找回来 那有些人就找回来 第二天又找回来了 有些人我们家里要找个东西 因为家里太乱了 所以事实上都在家里 可是一下子忘了放到哪里 可是你真的去找 都还找得出来 又理出头绪了 又回到神的面前 这个就叫做 你魂得救了 就这样子拉拉扯扯的 持手到建筑面 算你的魂得救了 因为你还会敬拜赞美 那身体呢 身体的得救 要等到我们真的 完全见主面的时候 改变成荣耀的身体 与主面对面 那个时候的体是完全得救 现在我们的体呢 能够像和生物这样子 那么健康 已经不容易了 这叫超自然 我都觉得神在超自然的 护卫着我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没有什么多厉害 只是我觉得 我还是一个蛮清新的人 虽然你们看到 我的动作很快 动作西做 接触那么多人 别人的淫难杂上 垃圾全往我这里倒 可是我要怎么样 把垃圾倒出去 还不能倒在别人门口 还要倒到一个 必要倒的地方 这么容易 所以我一天24小时 跟你们一样 可是很多你们 想象不到的人事物 在我的生命里 生活里 这三四十年来的发生 所以当我回想起来 我只有感恩 因为这哪里是人能做的 都是神做的 我只是一只小管子而已 上帝不用的话 那就完全是一只废物 可是呢 你问我有没有得救的把握 我有 我觉得灵与魂与身子 我最看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不要忘记 我的得救放到哪里去了 不要忘记 不要让德救 不要让德救给我的 给撒尔摩给偷窃去了 不要让我的德救 沾了一大灰灰尘 拿出来给他看的时候 不太好看 是这样 为永恒而努力 研读耶稣的比喻 不应该以为 比喻里所有的细节 都是他教导的重点 每个比喻只有一个重点 回应一个问题 我们要用这个原则理解 为何耶稣要称赞 这个不应的管家 他教导我们 金钱的运用 要有永恒观 那我们来看看圣经 他解释 不应管家聪明 聪明在哪里 当时借据的欠款 包括利息以及佣金 佣金是给管家的 而过高的利息 有损债主的名誉 所以这个不应的管家 减免的债款 可能是他原先的酬劳 也可能是过高的利息 因此主人知道之后 并没有生气 反而称赞他聪明 因为管家这样做 让欠债者得到减免 自己的后路有安排 主人也有好名声 对大家都好 如果连金是不应的管家 都知道 要赶紧为自己的将来 做好安排 那么面对更重要的 末日审判 与永恒国度 身为光明儿女的我们 怎能不做预备呢 耶稣并非称赞管家的不义 而是肯定他做事聪明 因为他没有浑浑噩噩 糊涂度日 懂得为即将来临的危机 先做预备 好 那这一段呢 我强调一下重点 就是 服务业的管家 他用了一个方法 比方说 那个人欠债 可是就免了他的债 或者是说 等于是 你免的债 等于等好像 我给了你钱来还债 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 那 墨师傅是讲说 我们要邀请人 宴席 邀请人吃饭 那现在你生活中 你看我们平常自己吃吃喝喝很开心 家人开心 中国人最想就吃喝嘛 所以你只要稍微有一点时间 那你就请一两个朋友 去小吃或是饮茶 或是简单的 不要太大的破费 可是呢 目标呢 就是做小孩 可以聊聊讲讲 那中国人最爱做的事情 那 你知道人一吃就开心 那你借着这个花的时间 借着这个花的金钱 在做什么 在持守你的得救 以及帮助别人 得救加持守 每天就做这样的动作 看你能持守多少你的得救 因为得救不是一个单纯的得救 乃是得救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加上智慧 神会加给你力量 神会加给你喜乐 会加给你平安 会加上 你不要想得救是这么简单的 好像平平淡淡的得救 得救是会加上去的 因为圣经上的话告诉你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所以你要先凡有得救 先有得救 才会给你得救之后的 喜乐得救之后的智慧 这样的 所以你每一天的日子 就是持守得救 然后呢 跟主说 主我感谢你 我得救了 你每天宣告 我得救了 然后呢 你越宣告 你每宣告一次 神会就把喜乐加给你一层 再宣告一次 将平安 加给你 加倍 让你可以有平安 还封给别人平安 还告诉别人 有主同在就是平安 是这样的 所以得救是一个非常重要 每天都要思想 我得救了没有 但是不是得救 就紧紧很枯燥无味的 乃是照着神的话 哇 主你会加给我 但加给我 是不是贪心呢 不是 这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心 应该是无限宽广的 不是那么狭隘的 因为上帝 加给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要去供应别人的 时间差不多 我不能加题外话了 好 我们继续的要看一下 善用金钱 讨主喜悦 不义的钱财 是指金事的钱财 耶稣要我们善用金事的钱财 结交朋友 应该指 前文文一再强调的周记成人 积财宝在天上 这是讨上帝喜悦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金钱的管家 既受上帝托付管理钱财 就应当忠于上帝 而非忠于马门 我们只有一位主 若爱这个世界 爱上帝的心就没有了 人不可能既爱上帝 又爱世界 因此耶稣要我们把金钱 用在天上永恒的国度 把金钱拿去 跟有需要的人分享 而不是只花在自己的奢华艳乐上 我们如果能够善用钱财 为永恒而努力 就是他所称赞的 聪明又忠心的人 所以我们忠心 主人将得救 托付了你 如果我们跳出来看 把你当做这么一个人 我来看 我自己来看我自己 上帝第一件托付你的事情 主人第一件托付的事情 就是请你这个仆人 管理好 我托付给你的得救 那么你要忠心的 持守得救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才有得救的确据跟把握 什么叫得救 已经知道了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就是基督 我是神的儿女 太容易持守了 希望几乎姐妹今天 听了这么简单的信息 天天宣告的同时 也有得救的把握 而且告诉你身边的人 我得救了 他说什么是得救啊 得救什么啊 你就有机会解释给他听了 所以我们要做聪明又忠心的人 聪明就是你把神所给你的 得救之后加添给你的 不论是物质的丰富 或者是灵力的丰富 你呢 拿去跟别人 说是分享也好 架起桥梁也好 或者鼓励也好 造成他的得救 然后信力再多一点 让他能够跟你一样 持守得救 这就是你的聪明 也是你的忠心 那今天的默想 我每个月的收入扣掉 日用开销 还有多少可以投入 在永恒的国度里呢 我想这个问题是针对金钱吧 不过呢 奉献是包括金钱 包括财干 包括时间 我再要说 凡是说我没有时间的人 你就等着上帝收走你的时间吧 因为已经宣告了你没有时间 那我们说这个话 我有时间或没有时间 要向着谁来说 你知道这些 所谓的基督徒 上帝在这里 上帝跟人 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可是人们呢 对着上帝说 我没有时间 上帝说你真的没时间 好你说没时间就没时间 可是如果对着事业 世界就说有时间 就不理上帝 所以你的有时间没时间 你一定要赶快转眼向神说 神谢谢你给我的二七小时 我的时间要怎么安排 怎么运用 你一定要跟神说我有时间 是面向的神说我有时间 可是多少人都是 面向的事业说我有时间 面向的上帝就说 我没有时间 仔细想一想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好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我们都是对主说 我有时间 我有时间来亲近你 我有时间朝见你 我有时间忠心的 聪明的 有智慧的 把你所交付给我的得救 能够持守忠心到见你的面 我真的得救了 我真的可以进入到 你永恒的国度里 那个时候我的身体也得救了 我永永远远带着 荣耀的身体 荣耀的灵魂 与主永远同在 谢谢主垂听孩子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好感谢主 我们会后还是有祷告